美国海军9号宣布在南海进行双航母联合军演 蔡英文随即在台湾安全高层会议上称赞此举 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现状遭到挑战时的明确态度 结果很快被美帝旗舰队驱逐舰狠打脸 马英九怒批蔡英文对美国选举压错宝后再表错情 怎么看蔡英文的心态和马英九的批评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华张亚中带来深入分析 第十四任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23号正式上任 邱泰三表示两岸交流势必要恢复期待春暖花开 不过邱泰三又抛出九二共识争议未来势必要做新的处理 未来希望能从非政治面累积两岸互信云云 如何评价邱泰三的言论 另外台防务部门主管换人由邱国正上任 能提振台军事迹吗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华张亚中为您全面解读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 而前一天英国媒体才爆出首相约翰逊日前自称是狂热的亲华派 大谈要改善英中关系 英国对华政策为何展现两张脸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汇物用酒福毛较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 据台湾中视电子报报道 美国海军9号宣布在南海进行 双航母联合军演 蔡英文随即在台湾安全高层会议上称赞 此举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现状 遭到挑战时的明确态度 结果呢 他很快就被打脸了 美第七舰队驱逐舰日前航行南海 并宣称其所谓自由航行任务 是在挑战中国大陆越南和台湾 对于外国军舰无害通过沿岸国领海的 所谓非法限制 这一说法与蔡英文的猜测完全不一样 形同打脸蔡英文 尴尬的民进党当局沉默已对 马英九办公室22号发表新闻稿称 蔡当局不该忽略美军对我们领海主权的侵犯 保持揭默显然有损尊严与主权 是对美国选举压错宝后再表错情 绿营则给马英九扣上红帽子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22号称 马半跟日前国民党的说法 是不是与大陆谴责美国自由航行任务 是在煽动南海区域动乱和干涉内部事物的说法 向呼应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志问道 难道只为了满足民进党的仇怒心理 蔡英文就可以随意牺牲领土及主权吗 中国时报称 美军在南海的双航母联合军演 被蔡英文拿来借壳上市 搞得好像双航母是为了守护台湾而来 不过代价就是我们的南海主张被打脸 蔡英文的心态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她整个的安全她要靠美国的保护 所以当时她知道说 美国的航空母舰群要到南海去的时候 她很高兴 以为说你看看这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可是美国呢什么 美国其实在遂行她的所谓的无害通过权 什么叫无害通过呢 我们知道一般呢 就是所谓的一般的商船 她进到其他国家领海的时候 她可以无害通过 但是如果是军舰进到其他国家的领海的时候呢 她一方面呢可能需要报告通知 另外一方面要经过核准以后才可以过 那对这一方面我们知道 美国基本上虽然她强调她有无害通过权 可是美国现在还不是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 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表现的是非常强势 她认为什么 她认为说南海各个地区都是公海 所以她不承认哪一个岛或者哪个礁有她所谓的领海 所以美国非常霸道的行使她的所谓的无害通过 她就是要通过的领海 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南海是两岸所共同拥有的财产 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留下来的一个主权的范围 可是蔡英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点好像哑巴吃黄连 她一方面要靠美国 可是美国根本就不甩你在这方面所有主权 有所谓的领海的这个权利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中 蔡英文表现出来就说 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就被打了一巴掌 其实美国已经在挑战 甚至在否认台湾在这个地方的领海的一些相关权利 当然美国也否定大陆在领海的相关权利 所以我会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两岸应该共同成立一个南海共同体 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在南海的共同权益 面对美国这种挑衅南海的作为 其实两岸将来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合作 共同去捍卫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这块财产 也是我们的所有权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队 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张华先生 针对美军第七舰队航行南海 马英九在22号就怒批蔡英文有损尊严和主权 您怎么解读马英九的批评呢 在马英九发表的声明里面 他实际上是左批美国右批岛内的民进党当局 对于美国的批评 他显得非常非常专业 我们知道马英九是在美国学的国际法 对于国际海洋法等国际公约非常的熟悉 对于美国这个地七舰队航行南海地区 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 以及公开的说要挑战南海地区相对相关国家和地区 对于相关海事权利的这种扩大 对于这样一个托词 马英九的批评非常的重含 他说你美国连国际海洋法公约都没有加入 你如何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相关的规定 来要求相关的我们南海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呢 心想他这个批评非常的重含 也抑郁戳破了美国霸权主义的一种滑稽 另一个层面 他批评党内的民进党当局 竟然对美国入侵 可以说是入侵南海地区的这种行为 竟然表示感谢 他认为蔡英文不仅是压错了宝 而且是表错了情 所谓压他宝 大家都比较清楚 蔡英文在美国这种大战中 错压特朗普失败了 现在他又向美国表错了情 就对美国军舰在南海地区 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这样的任务 实际上已经侵犯到了 我们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一种破坏我们中华民族利益的这种行为 岛内的民进党当局 蔡英文竟然公开的表示感谢 甚至自我以为说 美国是在用此这样的行动来捍卫 来保卫台湾 完全是表错了情 理会错了美国的一个意思 所以从这两点来看 第一 马英九是显得非常的专业 而且对南海问题 对国际法问题是非常的了解 另一个层面 马英九是站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立场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虽然两岸对南海问题有不同的认知 但是大家都认为南海是我们中国的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马英九站稳了中华民族的立场 也凸显了蔡英文在南海问题上 政策的一种窘境 好的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23号上午台陆委会举行新旧主委交接仪式 第14任台陆委会主委邱台三正式上任 回国重掌台陆委会的邱台三强调 面对后疫情时代 两岸交流也会恢复 期待两岸关系能够春暖花开 由台行政机构政委员罗炳成担任 尖交人 原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将主委印信交接给邱泰三 台商或者是我们的民众 也都期待了未来两岸能够春暖花开 我相信我在秉持大家这样的一个期许 跟行政院长的指示之下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同学相信他在未来领导 陆委会的表现会更胜于我 邱台三表示 两岸政策一定是延续的 未来会秉持推动过去所拟定的各项政策 他还说台陆委会民进党当局 对大陆从来没有恶意过 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用词 在台湾过去就引发蛮多的 这样的一个争议 所以未来我们势必能够 把这些争议的 就是怎么样来做新的处理 台防部门新主管邱国正 也于23号走马上任 过去邱国正担任台陆军司令时 就有两匹将军之称 这两匹就是头皮加上草皮 从官兵的服装仪容 到草的高度都严加规范 让网友笑称 你们各位军人 未来皮要绷紧点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邱国正呢 他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一个人 就大家开玩笑说 他来当这个长官的话 来管两件事情 一个是头皮 一个是草皮 比如说每个人的头发要有多长 要算得非常的精准 穿衣服要怎么样的 就是对一些生活的细节 还有包括草坪 每个草长得多一样的高 就是他都是把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当成是所谓他制军很重要的 当你可以讲好听点的话 这是表示制军非常的严明啊 可是对一般的这个军人来讲的话 他就感觉起来说 我们是打仗的 我们当然需要纪律非常严明 可是如果管到这个草皮 都要几公分几毫米 都完全一样的话 是不是稍微过了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虽然是批评 可是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为什么邱国正 他在未来会非常难做呢 因为他碰到两个结构性的问题 第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大的 因为民进党现在不接受九一共识 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 几乎是完全断掉了 那两岸的这个所谓在军事方面的对抗 是越来越严重了 大陆对台湾的整个军机或军舰 他整个这个绕来绕去 也给台湾的军方非常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结构问题 这个结构问题 不是邱国正个人可以解决的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的军方就长时间处于这种备战 跟紧绷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东西对台湾的军方来讲 当然是一个压力 第二个呢 你知道台湾现在的当兵呢 义务役只要当四个月 各位啊 请问当四个月 你再给他严格的训练 他能够有多大的战力呢 所以这一群小兵们 他只有四个月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管头皮管草皮 帮我生活搞得很严谨的话 那我四个月就要退役了 所以他们的当然怨言非常多嘛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台湾的问题是在于说 整个两岸关系一个结构的问题 如果这个结构 长时间属于对抗的话 我常常来讲 谁当这个部门的主管 他都是压力非常大的 台湾要解决两岸的军事的难题 几乎是都是不容易的 政治的问题还是要政治解决 你不是说任命一个 所谓的防卫部门的主管 就可以让台湾的安全得到保障 这是一件不容易 以及不可能的事情 此次台湾安全团队 及两岸的人事调整 也引发各方讨论 国民党及民代吴思怀强调 两岸政策真正的决策者 还是蔡英文 基本上还是要看蔡英文决定 工商时报则分析称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 蔡英文对两岸关系 要有新认识和新做法 否则只靠换官位 也难以扭转局面 旺报日前也发文表示 新团队一方面 要在两岸论述上 体现更多弹性和善意 另一方面要约束和抵制 施政党内部 各种威胁台海和平 谋求所谓法理台独的 动作和声音 就此话题 我们来继续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张华先生 第十四任台陆委会主委 邱泰三23号正式上任 邱泰三在交接典礼上表示 两岸交流势必要恢复 期待春暖花开 不过邱泰三又抛出 九二共识争议 未来势必要做新的处理 未来希望能从非政治面 累积两岸互信等等 您是如何评价邱泰三的言论呢 邱泰三在发表说 两岸民间交流恢复的同时 他也说秉持着蔡英文对他的指示 什么指示呢 要修改 要盘整岛内相关的法律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他所谓的盘整岛内相关法律 是何用意 但是根据前期很多 民进党党内人士透露的信息 可能意味着 民进党当局会继续推出一些 限制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些 所谓的限制性的措施 我们知道在2019年 在2020年 党内的民进党当局 修改了所谓的国安务法 制定了所谓的反制度法 等等等等 那接下来 他会不会还会推出一些新的 限制两岸交流的措施 我们还在拭目以待 我们把这两个信息结合在一起 可以看出似乎是民进党邱泰三 在玩两面手法 一方面要推动两岸交流 另一方面还要不断的推出 两岸中限制性的措施 所以这一点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接下来另一个层面 刚才您提到了 说他要说对九二共识进行处理 还要说在一些非政治议题上 来逐渐的累积互信 对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的看法是 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就是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基础 这一个点是完全不能够动摇的 九二共识 不是说我们两岸人为建构出来的一个事实 而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历史事实 而且是一个现状的表示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在过去是这样 在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是这样 我相信九二共识这个议题是绝对无法被讨论的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事实也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不论是两岸要恢复交流 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九二共识的讨论 这些议题实际上都不是邱泰山他本人提出的 实际上在此前 蔡英文不论是在春节谈话 还是此前的很多言论中都已经透露了这样的消息 这也说明岛内关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 主控权是在蔡英文手上 而不是在邱泰山手上 岛内哪怕是进行换了一个陆委会的职委 并不能够改变岛内关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很多主控权的看法 因此两岸关系要和好 要想发展 最终还是需要蔡英文改变他的思维 改变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 哪怕是换一百个岛内的陆委会职委 都不会是两岸关系有任何的改变 好的 谢谢张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台湾自身媒体人赵绍康23号举行记者会 针对2024大选首度抛出了参选政见主张 针对民进党将在台立法机构第三会期 启动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赵绍康表示 这次所谓修宪可回到所谓内阁制 赵绍康曾在农历年节前对外预告 过年后会陆续抛出他的参选政见 成立竞选办公室及组织竞选团队 表明他争取2024党内初选的决心 他原先预告会先提出两岸政策 但台立法机构26号开议后 将展开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的工程 因此赵绍康也随之做出微调 赵绍康表示 现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权力过大 应该透过所谓修宪回归内阁制 一人独大 权力非常的大 没有制衡 那在台湾 我不是第一个提议会内阁制 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政党他在野的时候 他都要提议会内阁制 因为他当选他都忘了 我印象蔡英文提过 赖信德更是提过 民进党朱大佬通通提过内阁制 然后到了他们当选以后 都忘掉内阁制了 就不再提内阁制了 好爽啊 权力好大 但是也就是因为权力这么大 所以一旦干上去就不想下来 赵绍康建议 蔡英文已经不能再连任 建议他在任期内推动所谓内阁制 内阁制的好处 就基本上有多少权力说多少话 而且比较能够照顾到小党跟弱势的政党 大家都能够参与 参与度是高的 那如果参与人不做 对不起 我刚刚我之前也讲过 我会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我会争取参选 如果我当选 我跟各位报告 第一年就推动内阁制 赵沙康提出所谓内阁制 作为他的参选证件 这背后有怎样的盘算 我们知道每一个要参选大卫人 当然会抛出他对整个一个 宪政方面的主张 像我个人在去年参选的时候 我也主张内阁制 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于说 台湾很多的政治人物跟政党 他们也主张内阁制 可是等他拿了权位以后 想的看法又不一样了 当然我也是基本上 我也主张这个内阁制 所以赵先生他提出的内阁制 不是说内阁制不好 而是个时间点 我们知道他是说 他如果当选 以后一年之内再提出 那我请教一下 是2024年选举 然后你还要当选以后 变成2025年 2025年你再提出内阁制 那现在多少 现在2021年 那2021年的时候 就谈到2025年的东西 是不是稍微远了一点 到底是你现在要提出 你的宪政方面的主张呢 还是说 其实是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流量 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呢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宪政的改革固然很重要 可是最目前最重要的 我认为重中之重的 还是两岸关系 我记得我上礼拜的时候 曾经公开的这个要求 赵少康先生 跟我就两岸关系的定位 以及何举何忠 就进行一场辩论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地方 透过赵先生能够了解说 其实大家先坐下来谈 当前台湾现在需要的问题 台湾现在需要问题 就是怎么样把两岸的敌对关系 走向一个和平关系 您所谓的宪政改革 那是五年以后的事情 这个东西可以提一提 但是还是把重点拿回来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比较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主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 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想要连任的强劲对手 有可能就是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 民进党内部的民调显示 陈时中在新北市的防疫满意度超过了七成 险见也是一枚活旗 侯友宜23号刚好和蔡英文同框 侯友宜说 如果有人想要来新北做事 他都欢迎 蔡英文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23号为绿能产业合体 两人相敬如宾 没太多互动 倒是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 这番话颇有玄机 这就是我们所应当 在做管长的时 来协调 乔卫 乔卫不去跟你招 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 担任 我们超前部署 从蔡英文到煤道场的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都提了 摆明把侯友宜当空气 这难道也是绿营在防堵 蓝营人气王侯市长吗 毕竟根据绿营内部民调 民进党2022在新北 也不是没看头 防疫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全台满意度超过七成 其中云林嘉义台南地区80.3% 其次就是新北市 甚至比他在台北市还要高 陈时中选新北怎么样 蔡英文没有回应 倒是可能2022 要寻求连任的侯友宜大方表态 每一个人想到新北市来做事的人 我都挤双手 是非常的欢迎他们 来为新北市多用心 多用力来做一点事 侯市长老神在在 恐怕也是因为这份民调 只单纯显示陈时中的满意度 要说两人对比记录 去年8月TVBS民调显示 侯友宜胜过陈时中五个百分点 更早些时候 美丽岛电子报民调更直接针对两人担任新北市长施合度 侯友宜以82.4%位居第一 胜过陈时中的36.8% 至于陈时中本人则低调说 先把指挥官任期做好做满 毕竟对绿营来说底盘也不急着先亮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开幕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 并发表题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全球人权进步的讲话 就人权保障和治理 分享中国经验提出中国主张 王毅在代表中国政府的致辞中提出 中国促进保护人权的四点主张包括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2.坚持人权普遍性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3.坚持系统推进各类人权 4.坚持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 王毅表示 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更不能成为向别国施压的工具 全球人权治理要由各国共同商量 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 中国支持世界各国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 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 但反对以双重标准对别国攻击抹黑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王毅还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们成功开创出一条 得到人民广泛用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也成功走出了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的人权发展道路 而就在同一天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办公室22号发出狂言 要求中国紧急且不受限制的 允许联合国官员前往新疆 并且宣称 英国要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有投票权的成员国身份 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拉布大打人权牌的前一天 英国媒体爆出 首相约翰逊近日在与中国企业的圆桌会议中 自称是狂热的亲华派 大谈要改善英中关系 有媒体分析称 这两副面孔下 是英国既想在西方捞取政治好处 又不愿丢掉经济利益的纠结和矛盾 对于拉布大打人权牌 我国常驻任德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 发表谈话予以博士 发言人指出 中方历来主张各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 人权不应该被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 不应该成为抹黑别国 遏制别国发展的工具 谎言与欺骗在人权理事会没有立足之地 发言人指出 英国采取双重标准 热衷于对别国进行干涉 对自身存在的系统性侵犯人权问题 却视而不见 他举例称 英国漠视民众生命权和健康权 已有400多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超过12万人失去宝贵生命 英国种族歧视排外现象和仇恨言论泛滥 难移民权利遭受严重侵犯 发言人表示 中方敦促英国等 重视解决自身人权问题 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停止利用虚假信息和谎言抹黑别国 真正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做出贡献 而不是滥用人权问题 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电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叶海玲先生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 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 而前一天英国媒体才爆出 首相约翰逊日前自称是狂热的清华派 大谈要改善英中关系 那么您是如何解读这两副面孔下 英国政客们的政治上的盘算和心态上的矛盾纠结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解读 第一个就是从英国内政的角度来说 就是英国现在的政坛跟几十年前 就是像这个丘吉尔埃登 他们执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英国的政府当中 内阁的这个总理就是首相 他的这个权威很大 他基本上能够掌控整个议会党团 所以呢在这个当时的英国政府内 说内阁大臣跟首相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几乎是不存在的 而从这个撒切尔夫人以后 其实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 都已经没有这样的凝聚力了 那么很多这个政客 他自己有自己的盘算 比如说在约翰逊政府之内 那么当年约翰逊这个 没有当首相的时候 跟特雷莎梅之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 而现在实际上英国的这个保守党政府当中 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这个政治派别 和这个诉求不同的政治人物 拉布相对比较年轻 那么对他来说 他更希望是给这个英国的选民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让他自己在未来某个时候 能够去竞逐这个首相的宝座 所以拉布在这个英国保守党政府当中 经常会语出惊人 这是他的个人利益 那么并不一定反映保守党的这个态度 以及整个英国的态度 从英国国内的内政角度来说 那么这些人是有各怀心服饰的 那么难免会唱两面戏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从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 那么也是一个两面的表现 这是一个对冲策略 就是一方面英国要表现出 对与中国经贸关系的重视 而另一方面又要在香港问题上 新疆问题上去和中国叫板 那么实际上英国的盘算就是 如果让这个中国想让英国降低掉门的话 那就在经济上就要做出更大的让步和好处 这是一种典型的 就是高要价低还价的手段 第三个层面才是这个中美英三角之间 那么由于英国已经退出了欧盟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要寻求自己的这个位置 其实做一个大国它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它只能是要么在欧盟里做一个次等强国 要么在跨大西洋联盟当中 也就是跟着美国做一个次等强国 显然退出欧盟以后 英国只能选美国 这种情况下 那么通过这个和中国叫板来凸显 在英美同盟当中英国的地位 这也是一层考虑 从这几层方面来说 英国的对华政策充满了这种对冲的这个考量 从策略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英国人少算了一件事情 就是对冲策略必须是双方可以讨价还价 可以博弈的空间 但在香港问题上 在新疆问题上 中国是没有让步的可能性的 所以挑动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 中国不可能像英国想的那样 那么在这个某些领域中做出让步 继续进行交换 这个是英国真正打错算盘的地方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 并提出中国促进保护人权的四点主张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近些年中国围绕完善人权工作所做出的努力呢 面对英美等国不怀好意的针对中国人权工作的指责 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掌握主动权呢 中国的人权观从来都是跟英美世界有所区别的 而我们的人权观是更接近于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 因为为什么叫做人权 人权的核心是人 就像我们在网上的一个段子经常说的 如果人权没了那人权也就没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尊重保障人的生命权发展权 这是第一位的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权理念是交给人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走上这个自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而不像说是英美国家的那样 说我要设计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中我只关心政治表达的权利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英美的人权观念实际上只是人的政治权益中的 首先是人的权益的一部分 就是所谓政治权益 而在这个政治权益中 英美也只关心政治权益中的一小部分 就是政治意见的所谓表达权 但实际上我们从整个疫情中去 也可以从这个细节上看得出来 那么相对于中国更加宏观的 更加全面的人权理念 欧美国家的人权观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即使从他所关注的政治权利角度 他也同样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 就是人们虽然按照英美的标准 似乎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表达权 但那种表达如果没有用的话 这个表达也只是发牢骚而已 整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 中国有几千几百的政府公职人员 因为疫情的问责问题而遭到惩戒 而英美国家一个都没有 所以从这个政治效力和政府的政策效果来说 那么没有老百姓没有问责的权力 这个表达的权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代表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 所以从各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比较 现在不是欧美国家给中国的人权理念 当教师爷的时代了 更多的来说 我们从两个不同的人权理念中 得出了不同的这个社会现实 那么我们的民众有自己的感受 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有自己的认知 恰恰是这种认知使得今天的很多西方国家 在人权问题上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们更加歇斯底里 因为过去他们认为 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 都只能听他们教训 而现在中国不但没有听他们的教训 反而结合着我们的自己的国情 在人权的这个道路上 在发展人权的道路上 走出了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径 并且树立了一个典范 这是让欧美国家所难以忍受的 失去了对人权话语的垄断 就意味着失去了他们过去的 所谓道义上的垄断权 以及失去了国际表达的这个控制权力 那么对于欧美国家 维护他们所标榜的这个 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这个霸权 那应该说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所以他们现在批评的不是 不光是中国的做法 欧美国家之所以在人权问题上 对中国歇斯底里 更主要的是他们担心 如果中国的人权里面受到更多的 国际社会的认同 那么他们的话语统治地位 就会荡然无存 好的谢谢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据美联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特朗普计划28号 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 发表演讲 多家美国媒体认为 这是特朗普再次出山的信号 据纽约时报报道 今年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将于25号至28号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在 会议最后一天发表讲话 自从卸任后 特朗普一直保持低调 只接受一些小型采访 28号将是特朗普卸任后 首度发表公开演说 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每年举行一次 由美国保守联盟主办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保守派 政治活动之一 也是共和党候选人竞选 以及党内有报复人物的集会场 报道还称 了解特朗普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 他将谈到共和党的未来 以及保守派运动 他还会以一位前任总统的眼光 来检视现任总统拜登的边境和移民政策 美国政治新闻网20号称 特朗普在最近几天曾私下放出信号 表示正考虑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复出 美国一家新闻网站援引特朗普盟友的话称 特朗普计划在下周现任总统后的首次亮相中宣布 自己是共和党的2024年计划总统提名人 根据特朗普顾问们的说法 特朗普正在从财务等方面 为2022年的中期选举做打算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特朗普出席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妨碍其他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开展工作 特朗普影响力犹在 其他人或许很难找到捐赠方来支持他们的竞选活动 就此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叶海玲先生 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计划下周宣布 自己是共和党2024年的计划总统提名人 您是怎么看待特朗普重新出山的这一大动作呢 围绕特朗普在任前后有一系列巨大的争议 为什么近期多项民调都显示大多数的共和党人 都希望特朗普继续在党内扮演重要的角色呢 实际上我们要看到特朗普之前的老实了一段时间 主要还是因为参众两院对特朗普的弹劾没有出现结果 那么现在既然弹劾案不成立 那么特朗普的政治上应该说卷土重来 在特朗普看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那么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 他自然是不甘心于这一次输给拜登的 本来在特朗普看来或在共和党的保守派看来 输给拜登就有很大的偶然性 那么且还不说 那么一部分死硬的共和党人认为说 这个比赛本来就不公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只要能够洗清楚被弹劾的罪名 特朗普肯定是愿意重返政坛的 那在现在的问题在于共和党方面 对于是不是真的把特朗普 作为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 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第一共和党内有一些人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于说有一些现在还没有明确 因为加入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政客 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未必他们都愿意让特朗普再来领导他们 第二就是特朗普本身对于共和党来说 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有人支持 死硬的共和党人肯定支持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 那么共和党要在未来两年 就是中期选举的时候 仔细盘算一下 那么特朗普这张牌到底打还是不打 所以现在只是特朗普自我加冕 为这个所谓未来的这个提名 总统提名候选人而已 那共和党真正开动选举机器 去为他保驾护航 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 从现在的美国政坛看 那么特朗普卷土成来的可能性 不能说没有 但显然还不是一个笃定的事情 共和党也还不至于 在这个刚刚输给拜登的时候 就已经前驴祭雄到 只能把特朗普再搬出来 实际上未来几四年之内 那么共和党呢 也会出现很多这个 试图这个挑战拜登 或者说把这个民主党再度 掀下马来的一些强硬派政客 他们可能或多或少的 都有点像特朗普 但他们未必就是特朗普本人 一个没有特朗普的共和党 同样能够对民主党发动 这个发起致命的威胁 好的 谢谢叶海林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根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22号的16点23分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 总数超过了50万例 而据专业机构预测 美国未来一段时间 死亡病例数仍将激增 据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 总数达到50万071例 累计确诊病例总数为2817万4133例 均为全球最高 今天我们显示了 一个真实的刺激 心灵状态的步骤 500,071人死亡 那是美国人 一年在这次疫情 比在世界一 世界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 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数据 到今年6月1号 也就是大约不到100天内 预计美国还将有9.1万人 死于新冠肺炎 目前美国多个州的新增感染人数 和死亡人数有趋缓迹象 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考虑 放松防控措施 不过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 与评估研究所表示 过早放松防控措施 以及民众心态松懈 可能会再度导致疫情曲线上扬 这家机构还警告说 变异新冠病毒也是未来疫情 可能继续失控的原因之一 预计到4月底 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导致的感染人数 可能占到美国总感染人数的80%左右 向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